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近整个盘面上动的股票很邪门啊 跟以前那种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等一下有空再来跟大家聊 好 那今天盘面上最强的 果然是我们连讲好几天了 我们连刷公三四公的股票 尤达群创 财经是起来比较少 财经这些比较有时间跟我们来讲 财经在多空对决 为什么在做多空对决 等一下我们再来谈 你看三四八一的群创 最近是不是面板股 对不对 2409 是不是动了 我在这里就开始讲了哦 我大家有开始去共啊 整个行情的波动 跟我所说的 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表现 昨天欧美股市里面 最重要是美国股市 昨天道琼一开盘就杀盘 最多跌了140点 146点 什么原因 因为美国派航空母舰 开始朝朝鲜半岛前进 北韩已经扬言要做核四社 所以上礼拜 川普跟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 川普刻意要拉习近平 要来制裁北韩 就习近平一副事不关己 不想理的样子 所以川普航空母舰派了出去 从川普上来之后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川普有那种狂人的味道 有那种狂人的架势 所以航空母舰派出去 当然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不得而知啊 搞不好出去散散步也说不定 对不对 很多人晚上回家之后 遛着狗出去逛一圈回来 也是很多的嘛 所以航空母舰出去 到底会不会出事我们不知道 可是股票市场最怕乱 股票市场最怕乱 你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股票市场反应是很敏感的 所以昨天一开盘之后 先是急杀 在急杀的同时 也把欧洲股市全部都给扯了下来 原本昨天德国股市也很不错 也把他一度扯了下来 但好的一点是 下半场就回去了 又回到平盘了 所以也很明显的 市场在消化这种利空的能力 是很强的 代表目前整个多头气氛 还是很强 所以虽然说有利空的可能 一下来马上就被消化掉 这是好事 那昨天道琼最低点 两万零五百一十二 跟我所预告的 跟我所预告的 两万零五百点 我已经说过两天了 两万零五百点 这个防线不能破 那昨天确实也守住了 所以你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因为毕竟该守的地方都守了 并没有撤退 甚至于放守的一个迹象 两万零五百 所以守住了 好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日经指数 日经指数一间一开盘之后 一度大跌了 两百八十几点 两百八十七点 收盘的时候跌一百九十五 也不少 那为什么日经指数一开盘跌那么多 美国昨天只跌了 为什么日本今天跌那么多呢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谈过 因为Toshiba 东支 东支财报一直迟迟出不来 昨天一出来之后 竟然是亏损四十八亿美元 四十八亿美元 相当于快 一千四百五十亿的台币 一千四百五十亿的台币 那个赔得很夸大 赔得很夸张 几乎已经一间半的 友达 或者群创不见了 所以亏损这么大 Toshiba最近股价还崩跌 那同时间 Shop也被拖累 为什么Shop也被拖累 因为Shop原本也是很差 跨岛的公司 鸿海进去之后 把它挽救上来 从亏损变赚钱 股价也飙了一倍两倍了 涨多回档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鸿海想要去买 Toshiba的半导体 而且价格含得很高 那大家是担心 原本你鸿海 尽全力在辅导Shop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又要去买Toshiba 那是不是要把资源 做移转 那这样反而Shop就 失去了关爱 失去了资源 所以Shop涨高之后 也跟着一起下来 两只股票跌的幅度都很大 所以把它整个 日经指数给压了下来 日经指数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 看焦点 看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看到影子 看到影子就自己下在那边乱 乱杀股票 这样就不对了 你看今天南韩 还涨五点 我为什么讲南韩 为什么讲南韩 因为如果朝鲜半导会出事情的话 首当其冲就是南韩 对不对 首当其冲就是南韩 那连南韩自己都不怕 南韩自己都不怕 你又要怕什么 你何惧之有 懂什么 对不对 所以南韩都不怕 你怕什么呢 大陆股市 昨天今天大陆股市是压下来了 可是昨天大陆股市 我今天早上有说过 从大跌尾盘 急拉变大涨 大涨之后 今天又回来 可见的还是在乡型里面 在乡型里面 所以你不用自己去单 自己这边乱下 台北股市 今天最低点 9789 我已经讲了一个多礼拜了 多头的防线 9770 9770 只要9770不破 你不用怕 9770如果破 那一定会有一波修正 今天到9789 收在9817 收在9817 地档还是有一些买盘在撑 可是今天虽然指数跌的不多 今天很多中小型股 跌的倒是蛮多的 你看 今天中小型股 跌的倒是蛮凶的 中小型股跌的倒是蛮凶的 跌倒是蛮凶的 尤其很多都是涨很高的股票 你看艾迅 昨天涨停 今天就打跌停了 昨天涨停 今天就打跌停了 所以说很多投机型的股票 本盟 你看怎么上就怎么下 就是我所说的 没有基本面的小心 今天连股后都跌停板了 连股后 股后涨得多不多 涨很高了 所以一直提醒你们 股票会涨也会跌 涨高的都是风险 你看最近涨高的股票 辛普罗 那个资亚没怎么 大盘还没下来 它已经从120跌到70了 已经拗堆败了 金刚 今天也跌停板了 一度打到快跌停板了 龙华 龙创 上去连续两根下来了 这个都没什么基本面 对 光阳科 对 利清 涨这么多 基本面也没多少啊 利清EPS也没多少啊 三块银而已嘛 起来百二块 百比四十倍 你看一下子二十块不见了 很多啦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大家谈啊 今天虽然跌十四点 今天强势的股票也不少 今天总共有十六家涨停 这里面涨三%以上的还有九十几家 所以看选股啦 可是今天大涨的股票里面 头积风还是很剩 你看红马 以前罚人问津 现在飙翻天 对 你们发现到 今年过完年之后 走的股票都是一些很邪门的股票 这些以前名不见金赚 已经没人在插的股票 因为吵的人不一样 交易所这两天公布 今年 上亿以上的户头 多了一千人出来 这个很明显是大陆那边 被查账留回来台湾的钱 原本在大陆炒股票 现在回来台湾炒 那回来台湾炒 因为他们那一批的手法 跟原本市场的手法不一样 所以炒都是一些很冷门的股票 都是一些很邪门的股票 比如说一粒店 之前都没人动 有没有 突然就动了 就先进光 尽情没人在看 以前都不会动的股票 突然间都飙了 业绩也都很烂 所以最近从过完年之后 很多那种 很冷门的股票 很多那种业绩很烂的股票 突然都变成标股 这个你要小心啊 这不是真的 它基本面有多强 你看清云也是 近情没人在算 业绩很烂 突然间标很高 那怎么上就怎么下 这批人手法很汗 操作上你要很小心才行 操作上你要很小心才行 你看这也是 标到三十几块 都已经减之又减之的公司了 以前都几乎都没人在看了 突然变成标股 这种股票我是尽量不碰 你们自己在操作上 你们要小心 最近市场上有这股风潮 那手法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我是比较在意本质的部分啦 我是觉得股票投资 不是那种短期的行为 它是用长期的操作 长期的交易 长期的投资 本质还是最重要的 我们路走的股东 投资能够长久 才是真正的赢家 不是一时爆发 一时又输光 那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好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 如果大盘9770守住 多头要在攻的话 还有什么部队可以来带动这个大盘 就是所谓的主力部队还有谁 要把大盘9770撑住 再攻击带动的 那本身分量它要够 台积电几乎是不可能的 已经来到九百 一百九十几千块 这没可能啊 古王大力光 这也没可能啊 已经转弱了 已经转弱下来了 古后和古后金册 已经打跌停了 所以古王古后要再来带这个盘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地润股 你看旺宏 旺宏礼拜一一根掉首线 我就说旺宏死定了 讲完之后连续两天 两刚旺宏跌的七%多 外资也杀得出来 加上美光 美光连续两天 也跌了6% 所以不单是台湾的地润股转弱 连美国的地润股也转弱了 美光也下来了 所以地润股这一波 涨上来之后 你看旺宏 这也是个调手线 这也没机会啊 3260 卫钢也下来了 6145的 静永 这已经拨再轻了 这已经拨再轻了 对 静永 包含 6238 一档一档的股票 几乎都开始下来了 胜利已经跌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地方地润股 还要再来当主力 当主流带动这个多头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目前还有能力 带动整个盘式攻击的 剩下唯一一组而已 哪一组 剩面板 剩面板 群创 还在历史底部 尤其今年大转机 面板今年大转机 三月营收 年增67% 第一季年增52% 毛利率 第四季来到22% 60新高 第一季毛利率继续走高 所以第一季 你看第四季 群创的 营收860亿 跟第四季的890亿 只差30亿而已 这个几乎是很接近的 所以 群创第一季 赚一块钱的机会是很大的 当然有人喊到一块半 那不管多少 群创第一季 如果能够赚到一块钱的话 目前很多法人都预估 面板 双虎 今年至少三块半起跳 你想如果面板双虎 今年有三块半的实力的话 股价会是这种价钱吗 股价会是这种价钱吗 绝对不是这种价钱的 你等着看好了 你等着看好了 这会来货 19块会来货 22块会来货 你等着看就好 你等着看就好 如果他们今年有那样的实力 有达 第一季的营收 860亿 跟第四季差不多 第四季也是赚了一块钱 有达 2409 有达第四 885亿 跟918亿 也差30亿 毛利目前也在 6年来最高 第四季赚0.93 也是有机会到一块钱的 今年全年三块半 也是有机会 现在股价还在历史谷底 这个才是目前真正 还有机会带领大盘 才有机会带领大盘 多头 9770守住 再往上攻击的底部转机股 面板三雄 有达群创财经 616财经 财经的获利 当然是更顶尖 因为毛利 高达46% 尤其 第一季大幅跳跃73% 但跟第四季比较起来 是 因为在淡季嘛 跟第三季差不多 可是比第一季成长大幅 所以 财经有没有机会赚到七毛钱 财经有机会赚到七毛钱的话 那么今年至少也是 三块半起跳 股价会是八块钱吗 我说它在多空对决 原因在哪里 因为现在有人一直在空它 所以空单也在暴增 多单也在增加 两边多空在对决 这个多空对决 所以把整个财经的力道 给压抑住 可是最终 财经只要九块钱一上去 财经只要九块钱一上去 这一期很厉害 所以厉害注意 面板三雄 有达群创财经 将是大盘 最后再往上攻击 唯一剩下的部队 有做很好 你没有投资的 你一定要看着它 但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9904的保存 今天有压回来 可是外资昨天大买 这个压回来也是好机会 1262的 绿月 这个压不下来 营收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外资一直在加码 这么随时也冲出去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标的 好股票还有很多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 跟大家谈 最直接的方法 加入我的行列 让你练带着你做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